近日李文糟,中国好声音,不公平对待仪式引起热烈讨论,他生前守护的学员们一一跳出来讲话外,部分艺人也都陆续发声。 而珍妮19日开枪,参与,中国好声音,的每一位都欠缺良知,后,今,21日,看了相关声明后痛批,不见棺材不掉泪。 珍妮今天二度针对,中国好声音,状况发声,痛批节目相关人员不见棺材不落泪,现在道歉太迟了,愤怒未评的他在留言区中继续写道,观众中安插自己人,上镜特写造作每秒都是钞票。 手段高明吃干抹镜,选手不论名次,全有去处,几乎艺人们皆有公司名号,捡几个回家就是条件之一。 另外,珍妮也提到原本不会像这样对社会事发生,但想起过往受到的委屈,痛问人性在哪里,更提到艺人享受最好的待遇且拿到优厚的报酬,此刻是最需要有影响力的人出面却全部晋升,很难过。 最近一段时间,纳英也频频卷入争议事件,纳英嘲讽刀狼哥都是农民,风波真相还未理清,又因,中国好声音,黑幕事件被波及。 8月22日,春浪因乐节官方发文称纳英英身体不佳请辞上海战演出,瞬间引发争议,登上热搜。 因乐节官方称纳英方一开始对邀约就很满意,爽朗地答应了,但没想到纳英身体突发不适,经过双方多次沟通,最终纳英遗憾缺席,未来也将继续争取与纳英的合作。 不少网友看到该消息,认为纳英这是躲避风头,毕竟在,中国好声音,当了那么多季导师,还带出了几个冠军,说一点都没问题没人信。 从李文控诉,好声音,赛制部公录音公开后,有关,中国好声音,黑幕的爆料就曾出不穷,比如花钱买晋级名额,节目组命令导师转移等等,也直接让大家深挖,中国好声音,的制作方资本。 其中,好声音,选手徐海鑫的爆料把纳英的姐姐纳星牵扯了进来,他发文称录制完忙选几天后,纳星和格亮找他签约,还谎称是刘欢老师的公司,还好问过刘欢老师遭到对方否认,在阅读完和同细节后想要协商,遭到格亮威胁。 随后,又有爆料称纳星是,好声音,的创始人。纳星是纳英的姐姐,类似爆料传出后,纳英风评受到影响。 不久后,纳星也发朋友圈回应表示都是谣言,他称自己不是灿星老板,也早已离开梦想强音,那只是一段工作经历。 而且,否认签约逼迫相关事宜,称都是蹭流量编的段子,完全不认识。 尽管纳星出面辟谣了,但纳英的口碑并没有稳住,而且在珍妮的点评下,风评进一步恶化。 珍妮是李文亲密的大前辈,李文出世后,他一直很低调。 但自从李文控诉节目录音曝光后,他多次发文指责,中国好声音,节目组,参与,中国好声音,录制的导师等等,斥责他们的良心和职业操守。 一开始,他扫射参与,中国好声音,的每一位,斥责他们欠缺良心,为名利不择手段,身为同行看不起,导致不少导师被对号入座,评论区沦陷。 而后,他把焦点着重放在了谢霆锋,王妃,纳英,纳兴身上,还画了连接符号,称这几位等于资本商,立一体,只要是朋友酬劳随便给,暗示有人靠着裙带关系拿高酬劳,至于有没有资格道导师并不重要。 另外,纳英的两起风波还能串起来看,罗沙海誓,被网游解读为嘲讽纳英等人,而,中国好声音,的黑幕跟刀狼歌曲里描述的没啥两样,比如纳英对着周深说出,对不起周深,我喜欢李维。 李文风波衍生后续不知何时画上句号,而身陷其中的明星,如若无法自证清白,任何行为都会被放大看。 最后,祝纳英身体早日恢复健康,也希望李文风波能够给跪圈警醒,如若不懂尊重,随意修改玩弄游戏规则,必将反噬。 在李文思开《好声音》的黑幕一角后,参加过《好声音》的学员们也纷纷出面爆料,节目组故意整李文,想晋级必须签合同,选手不能选歌,座椅被节目组控制,想当年高乙祥去世时,有不少明星出面为他发声,还提出了明星是高维职业的观点。 而此次事件中,网友群情激愤,学员争相爆料,明星们却没几个出面的。 一向敢说的精心发文内涵,却没有直接点出《蓝台》和《好声音》,比起当年直接骂《蓝台》一群流氓时收敛了不少。 韩红则在深夜为李文发声,不过他的发言比较委婉,没有对《好声音》做评判,但表示相信李文的为人,算是都不得罪。 比起《内的明星》,港台明星们就硬气多了。 珍妮是李文的望年娇,也是李文的福林人,她直接公开大骂,《好声音》,是一帮是快混蛋。 台湾歌手杨培安更牛,直接将相关信息整理成声速信发给广电,公然跟《好声音》叫板了。 两两相比,有不少网友都感叹,还是港台明星感发声啊。 而韩红作为李文的好友,这种说话说一半的发声方式,也为她招来不少争议。 有人认为,韩红也不敢得罪,《好声音》,是假仗义,罢了。 还有人认为,韩红也当过选秀节目地导师,别把她想得太好。 这话说的就有些武断了,韩红确实当过选秀节目地导师,但她大闹,节目现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 在录制《中国梦之声》时,韩红遇到了一对双人组合,他们声称自己是流浪歌手,为了追求梦想,经常天未备,地未尝,饭也吃不饱,非常可怜。 在其他导师都被感动得一塌糊涂时,韩红却发飙了,怒至成员孙浩在编故事。 因为对方压根不是流浪歌手,而是俩演员,参演过不少剧,还参加过《非常6加1》和《开心马花》不说大富大贵,但温饱是不愁的。 面对自改绅士的学员,韩红一点都没留面子,当着观众的面揭穿了对方,还将两位流浪儿请下了舞台。 在某位实力不行但关系过硬的选手上台后,韩红直接调明了对方关系户的身份,明确表示不会给他通过。 在其他导师的配合下,该选手还是拿到了晋级卡,韩红则直接转身离开,用行动表示自己的反对。 跟以前那个路见不平一深厚的韩红相比,如今的他却使小心谨慎了不少。 但不敢出头,从来都不是韩红的悲哀,而是整个娱乐圈的悲哀。 力挺一位,翻车一位,黄渤曾经说过,在成名前,他的身边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人,被各种心机包裹,而成名后,身边就全是好人。 跟其他天才们比起来,韩红成名不算早,26岁那年才发行了第一张专辑《雪域光芒》。 但正式出道后,韩红的发展势头十分惊人,很快便靠《天亮了》、《天露》、《美丽的神话》等经典歌曲作文了歌坛一节的地位。 站在顶端的韩红,身边自然围着一圈好人,而热心肠的他也很乐意为这些朋友们仗义之言。 但一次又一次挺错人,让韩红的仗义之言变得越来越尴尬。 他立挺董洁是值得深交的朋友,没想到董洁出鬼王大志还对潘月明道打一霸。 他立挺孟美琪,称对方是为中国女明星争了光,结果孟美琪被曝出插足,耍大牌的丑闻。 他立挺吴谦,认可他的音乐才华,如今谦歌都进去两年多了。 他还立挺过李怡峰,后来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,李怡峰想装死不认,结果官方直接甩出拘留证明。 这样看来,韩红身上似乎有什么魔咒,被他立挺过的明星很多都翻车了,而为翻车明星说话的他,也有了静默者黑的嫌疑。 但其实韩红力挺他们都是有原因的,孟美琪参加了韩红百人元颠的公益项目,是极少数愿意投身公益的流量明星之一。 李怡峰也跟着韩红参加了陪你一起过冬天的爱心活动,面对这样一个自带宣传功能的伙伴,韩红自然很欣赏。 只能说很多明星都有两副面孔,韩红只看到他们投身公益的一面,却没有看到他们的另一面。 不过话又说回来,这些明星们跟韩红的交集也仅限于此,给他留下的当然都是好印象,只能说韩红太爱夸人了。 近年来韩红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,不再轻易力挺他人了,说话也留有余地。 不过要说韩红为李文发声是假仗义,那可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了。 韩红是李文的好友,是唯一参加李文追思会的内的明星,也是少有敢表明态度,为李文发声的内娱明星。 他的措辞是理智而犀利的,难不成非要对着,好声音,破口大骂才能显出他的态度吗? 舆论是把双刃剑,能将韩红捧上神坛,也能给他加上莫须有的罪名。 曾经那个敢说敢做的韩红,如今变得谨言盛行,这不是舆论的进步,这是一场悲哀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